出现这几个信号 提示你肾经亏虚了 一个都不占 肾才是真的好 身体有这几个信号 是在提示你肾经亏虚了 如果你一个都不占 说明肾才是真的好 第一个是牙齿松动 有的人年纪轻轻的 牙就不好用了 咬个硬东西费劲的不得了 感觉牙根好像松动了一样 在中医看来 肾竹骨 而牙齿是由骨头的鱼气化生的 也要靠肾经的滋养 所以肾经亏虚了 就可能出现牙齿的松动 第二个是健忘 脑子记不住事 天天丢三落四的 精神还不好 总感觉萎靡不振的 肾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生髓 脊髓、脑髓和骨髓 都是由肾经化生的 中医把脑又称为隋海 如果一个人的肾经亏损了 不能充养隋海 就会出现健忘 记忆力减退 第三个是须发早白 还有的人是早早的头上就开始长白头发 都是一样的年龄 你看起来比别人要老个十岁 中医认为肾起滑在发 什么意思呢 肾气肾经充不充足就体现在头发上 像那种头发黑亮浓密的人 往往肾经是比较充足的 第四个是经常耳鸣的人 耳鸣的声音不是那种尖锐的柴鸣音 而是比较低沉的嗡嗡响 时间长了以后感觉听力都受到影响了 这也都跟肾经亏虚了有关系 为什么呢 肾它是开窍于耳的 耳朵要正常发挥作用 也要靠肾经的滋养 所以说肾经亏的人就可能会出现耳鸣 那最后一个就是功能的下降了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 很多朋友就算你不是学中医的 应该也多少有所了解 肾能藏经 其中的先天之经就主管着我们的生殖功能 所以说肾经亏虚的人就容易出现 房市上的力不从心 那么如果你有以上几点 其实就是身体在提醒你的肾经 已经亏虚了 需要及时的去调理 至于说怎么调理 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 如果你有需要 一定要让专业医生帮你辩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